我正在問,因為剛才你有提到一句,由相關的,大家要先擺一旁 那他就說,是不是Ossie都不太好看? 這樣說,如果大家,其實要看自己平時的想法 因為我們經常都開玩笑地說,如果用很多香港投資者的心態 見到巴郡第二季的表現,你就會立即對巴菲特沒有太信心 因為他第二季跌了20%多 理論上,大家明白,我們很甘於記憶 他不會記得,原來第一季有很多人稱讚他 但第二季就滾下來,只看著第二季就未必會相信他 我會認真地說,大家會聽得出我們 如果用一個macro的層面去看這件事 油價是開始不太快,風險很高 直播率不太高,如果紐約旗油跌穿92% 就很明顯一浪低於一浪 再補充說,如果我們看著美國的能源板塊 就是很多股票的XLE那類的東西 其實過去幾個月資金是不斷流出的 在近一個多兩個月,錢加速流走 變成了macro的層面是告訴我們 這個版塊的直播率不高 但當然你的問題是問Oxie信不信巴菲 巴菲信不信我就解釋了 但最重要的是,如果巴菲買Oxie的話 其實我猜現在大家在駁一件事 究竟它是否會當作一個PE的玩法 究竟是否想收購它呢? 是的,其實你是在駁一件事 應該不是在駁一件最高的看法 那你就問自己 究竟你是在用最高的看法去看這件事 還是原來不是的 你是駁有人想收購它 那就兩件事 是的 是